这几天的天气越来越热 尤其明天在温度上几百十一度 华山基金会第四号不站 要邀请二天 坐回来买危机 不算让独自中备温暖 因为现在寒冬将近了 过年快到了 我们基金会 华山基金会为了要让长辈过一个温暖的寒冬 所以特地邀请一些在地的志工 一起来为这些长辈编织围巾 我们今天总共找了约15位的义工来为长辈编织围巾 我们预计今天可以编织 大约50条左右的围巾 来送给台积地区的一些长辈 买一条围巾缩了一段时间 不过二天表示 买围巾温暖中部是一天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觉得可以为这些老人付出一点心力 觉得不错 所以说可以在这边大家一起聊天 打花时间 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我就来参加了 要支给我们云林县的一些老人 过年的时候给他们的围巾 其中一位二天因为受试欧站中 雷尘的服务感动 所以特别过来十三天 看到我们那个站长 为了我们那个舒服箱那些老人照顾的无为不至 本来我很少参加活动的 所以我就有时候只动到那边去 看有什么需要 所以他这一次有这个机会 我就跟大家一起关心我们的老人 基金会表示 无前二天收拾的围巾 实际对台西地区的中备 不过雾林区还需要一千块条 雲林地区我们目前服务的长辈 将近一千四百位长辈 那希望说各位义工 如果有时间有机会的话 可以引下各地的基金会 华山基金会 那我们目前都有在为长辈编制这些围巾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天气刚才如日 民众也将过头大一都拿出来输用 基金会也希望乌近 将危机资亚好 尚后中备温暖和贵党 基账国员品彩虹不得